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Tracy 你好 Kate 你好 今天看到英国公投结果 最后通过脱欧 令股市、金市和会市有大波动 这次牽连甚广 相信会影响后市表现 先和大家跟继一下港股 这周的表现 今星期初市場對英國脫歐的疑慮持續降溫 造就恆生指數由上星期尾段開始 連升5個交易日 星期一升340點 當中英國業務比重較多的國際金融股反彈 重磅股匯控升3% 獨力推高恆子67點 渣打更加升接近8% 今星期中段加上翻炒 憧憬深港通就來開通 恆子收復10天、20天及50天線 星期四英國公投開始 市場觀望結果 恆子全日高低波幅只有135點 收市是暴20868點升73點 星期五脫歐公投開始點票 港股走勢異常波動 全日好像踏過三車似 恆子早段一度上升 但亦都曾經下跌過千點 而脫歐相關的藍銷股 跟隨著陸續公佈的點票結果大幅波動 當脫歐大局已定 股份的跌幅更加進一步擴大 恆子星期五 欠守2萬關 收報在20259點 整個星期累積仍有得升 升89點 升幅0.44% 國企指數星期五收報在8530點 整個星期累積升44點 升幅0.52% 這星期A股整體表現偏淡 星期一受中症監嚴打炒 可學消息影響 上證縱止早段向下 之後勸商、刺身股等等上升大動 上證全日能輕微收升 報2888點 互心兩市交投縮減 成交雅合共是5000億元人民幣 星期二 A股表現乏力 就算有深港通憧憬 都只是個別板塊有炒作 上證指數摘幅常落 轉日高低位置相差50點 收市部2878點 跌0.4% 星期三高收 但成交未能配合升勢 反映上升動力不足 星期四收跌 失手298點關口 星期五 內地股市除外圍向下 午後英國脫歐城大局 上證一度急射3% 最終上證指數 星期五收報在2854點 整個星期計 上證雷跌30點 跌幅1.07% 回顧完大使 和大家跟進這個星期的焦點 先看看英國脫歐的消息 備受全球關注的英國公投 經過一輪激烈的爭辭 結果終於在香港時間 星期五下就公佈 根據官方點票結果 選前民調稍為落後的脫歐派 以超過1,700萬票 是接近5成2的得票率勝出 英國通過脫歐的消息 震撼全世界 死場關注骨牌效應的可能性 例如在蘇格蘭 會不會再次舉行獨立公投 而歐盟入面 其他國家又會不會有意脫歐 公投結果公佈之後 英國首相卡梅倫宣布將會下台 英國前景不明 英股星期五一開始就急射超過8% 而英鎊匯價亦都急創 曾經跌超過一成 見過1.32美元水平 這一個是1985年以來的最低 相反資產避險資產之一 資金避險資產之一的日元 狂升超過7% 美元對日元星期五一度跌穿100大關 創了兩年半的新低 避險資金亦大量流入金市 現貨金價升近8% 從上過1350美元流上 黃金相關股份星期五做好 紫金礦業整個星期計升幅 歪近3% 星期五收報在2.45元 招金礦業同樣是 整個星期計升幅歪近3% 更加在這個星期破頂 星期五收報在7.95元 而寧寶黃金整個星期計要收跌0.7% 星期五收報在1.5元 中國黃金整個星期計升幅超過4% 這個星期同樣曾經破頂 星期五收報在14.24元 而Spider黃金ETF升幅2.4元 星期五收報在974.5元 而環球股市方面應升急速 香港股票方面 在英國有業務的企業 包括銀行股匯豐 渣打 長和和長江基建 他們的股價 今個星期初的升幅 都在星期五一日之內全部回途 見到匯豐控股整個星期計要跌0.5% 星期五收報在47.45元 渣打集團整個星期計升超過1% 星期五收報在57.75元 長和方面 今日曾經破底 整個星期計要跌2% 星期五收報在87元 長江基建系靠穩 星期五收報在46.75元 看看這個星期另一個市場的焦點 深港通概念又再翻炒 港交所公佈將為深港通系統結算接口進行測試 再次重延起市場對於深港通開通的憧憬 在深圳香港同時上市的H股 再有資金追捧 港交所整個星期累積升幅2% 星期五收報在182.7元 至於和H股差價較多的股份 浙江細保升幅1.4元 星期五收報在8.7元 東北電器方面升幅更加 整個星期有1.3元 星期五收報在2.81元 山東麥龍升幅1.1元 個別股份的消息方面 騰訊宣布以86億美元 收購芬蘭遊戲開發商 Supersell 8.4元 大行普遍看好今次鏡收購 當中瑞信認為 業績會受遊戲 以及社交網絡的收入帶動 麥格里認為 收購有助加強中國手遊一哥地位 騰訊星期三收市升2.4元 是當日貢獻最大的藍籌 整個星期計 騰訊仍然進漲2.9元 轉看看板塊消息 三大電信箱 今個星期都公佈了5月份的營運數據 當中中移動4G用戶突破4億 上客量按月提升兩成 去到1789億戶 71789萬戶 另外聯通和中電信 就在5月份 錄得4G上客量450.3萬戶 和503萬戶 都是比4月份有所上升 反映行業一同增長 期內兩者的4G客戶分別 達到6,818萬 和8,455萬戶 瑞信都發報告是唱好的 維持內地電信股是優於大市的評級 看看他們今個星期的表現 中移動整個星期是偏遠跌幅1% 星期五收報在83.75萬 中聯通是偏遠的 不過跌幅不夠1% 星期五收報在7.89萬 至於中電信方面沒有升跌 星期五收報在3.36萬 另一個焦點板塊 另一個焦點板塊有煤炭股 煤炭股逆市是受追捧 內地有媒體報導 近日陝西山西 以及內蒙古等等地區的動力煤價 都有不同幅度的升幅 平均按星期升每噸5元人民幣 加上踏入用電的高峰期 有指港口庫存繼續走低 上星期秦黃島港口的庫存是359萬噸 去年同期是645萬噸 市場預料7月動力煤煤價 有可能繼續攀升 推動煤炭AH股 這個星期齊齊走高 當中遣周煤業 A股星期三一度漲停 A股都增5% 一齊看看這個星期他們的表演 神話 花面整個星期計升幅挨近一成 星期五收報在13.34元 顯周煤就升7% 星期五收報在4.79元 中煤能源升幅超過5% Aigen6% 星期五收報在3.83元 而南國壁方面 整個星期要跌4% 星期五收報在1.36元 和大家跟進完今個禮拜的市場焦點 看看下個星期有什麼重要數據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星期一香港會公佈5月份進出口和貿易收支數字 內地公佈5月份工業利潤 至於外圍 大家可以留意美國會公佈6月份 Market服務業PMI初值 還有就是歐元區公佈5月份的N3 星期二方面 本地可以留意中國燃氣編號384的全年業績 外圍方面 美國第一季GDP 個人消費 6月消費者信心指數 星期三股份編號663的 輝山與業會公佈全年業績 外圍大家可以看美國公佈5月份 個人所得個人開支 以及5月份的成屋代言成銷售 歐元區會公佈6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中值 星期四方面 本地會聚焦5月零售銷售 外圍方面 美國6月芝加哥PMI 歐元區6月CPI初值 星期五港股因為假期會休時一日 內地6月份會公佈6月份的官方和財新製造業PMI 外圍美國會公佈6月份Market製造業PMI中值 以及ISM製造業指數 歐元區公佈6月份Market製造業MPMI中值 還有日本會公佈5月份全國CPI數字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想重溫節目內容 歡迎去到我們官網瀏覽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再次見